一名女子站在值班站长事前 不断向人员咆哮 因为她没达到原本北上的列车 不停地向站务人员抱怨 女子的行囊放在一旁 买好的车票没能赶上 心中的怒火无法熄灭 向站务人员不断地抱怨 据了解 据了解13号晚上 女子本来要搭乘7点42分的区间列车 不过车厢只有四节 她站的地方列车没有停靠 最后发现时没能赶上火车 这个应该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常坐火车的话 应该会知道说电电车 就大概只有三到四节 这个站务人员的话 她应该可以随时找站务人员 就是寻求服务这样 大家火车站表示 都有落实广播通知列车的异动 最后也有协助女子 是否需要更换车票等等 不过她不予理会 搭乘其他列车离开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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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